從美國來台18年的 杜麗姻緣際會的 從老師變成了藝人 而且她還有生意頭腦 在台灣自己開公司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精選歌單營造幸福氛圍 杜麗擔任婚禮歌手 中文 台語都沒問題 還會走下台帶領大家拍手接唱 許多人也紛紛把握機會合照 懂得氣氛也是經驗的累積 跟跳完全一樣的 大家都在吃飯 沒有人在理你 然後你會覺得 是我唱得不好聽嗎 還是你會開始檢查 下次我一定要改 我要想辦法讓他們 吸盡到他們的注意力 你要什麼感覺 就是比較偏就是俗情 還是你要比較流行一點的感覺 彩排先確認新人需求 也能因應現場調整歌單 但難免還是碰過發狀況 她突然都是過去上台 然後唱那個鼓手的舞蹦 然後就開始打鼓 就開始亂打 因為杜力不只負責唱還身兼老闆 從美國來台發展 大多數人從綜藝節目認識她 但其實杜力 主力是自己開公司 成立表演團隊 在婚禮 尾牙等活動演出 我覺得那個開公司就是 在我學的 在我學裡面的 因為我爸爸也是開成公司 而且我也是學那個切關 從小我們就是有這個習慣 我爸就是買賣房子 當然我現在也是投資房產 旗下歌手還包含同樣 從美國來台的賈斯汀 身為老闆 雖然優點是對客戶有選擇權 堅持想堅持的專業 但碰上疫情關卡 也得辛苦撐住 大家會覺得 我的工作是節目 其實沒有 我的工作是我的社會 做婚禮 活動 結案子 都沒有 通通都沒有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很認真地想過 我是不是要把我的金錢扳掉 沒有錢進來 那我就還是要付薪水 那一個老闆就是要這樣 還好政府有一些 我們就申請一些補助 但是很小 Come on This is my little work space 都播放一些黑人的音樂 Hey take it back 在杜立小小的空間裡 有大大的夢 他說未來希望能幫助 更多在台灣的非裔朋友 有自己的舞台 他也開始寫歌 目標打造富有非裔文化的 中文專輯 這就是我爸爸上禮的 那一張我爸爸的照片 一定要在我電腦上面 我一定要看他 工作室的牆上 還貼有爸爸過去長提點的大智慧 像是進竹者氏 金錢買不到別人對你的想法 與尊重 杜立都時刻謹記在心 其實他最遺憾 就是爸爸三年前過世 他卻生在台灣 要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說我都是去一年 他說沒關係 你永遠會有一個地方可以回來 如果台灣不能接受獨立 沒關係 你家還在 那我每次回去美國的時候 媽媽可能會問我 你喜歡蛋糕還是蛋糕 然後他說 嗯 蛋糕吧 開始講一些奇怪的 爸 辣 當初因為大學畢業 表哥一句去台灣 意外改變杜立人生 從教英文到上節目當班底 一口流利中文 還懂作效果 迅速打開知名度 但其實杜立剛來台灣 連你好也不會講 Bubber Muffet也有一些 英文根本沒有的翻譯 只吃吃 那我要怎麼學 那如果要把它變成英文 我看它的時候 我第一個翻譯是想到英文 所以我覺得這是錯誤的方式 我應該是要學Bubber Muffet 然後就是看那些東西 我就知道 它是他自己的聲音 不要再想到英文 蛋糕全開 要不然沒有人看到我 就是要微笑啊 勤學助音打下良好基礎 加上活潑幽默 讓杜立成為節目寵兒 卻也引來壓力 其實很多黑人看我上個節目的時候 他們會不開心 因為他們會覺得 你為什麼可以讓他們 說這些開玩笑 有時候你硬碰硬 就會第一個 我失去工作 第二個 大家會覺得 我不好配合 之後我想說 不然我自己開始講 我吃巧克力 會不會咬到自己熟識 你講了第一次 大家可能會笑 五次 一百次 他們會覺得 我好巧 轉眼在台灣一代18年 還有可愛毛小孩 舊和Pina的陪伴 杜立笑說 兩隻狗 四個歌手 加上一個經紀人 現在他已經有七個小孩要養 肩負的責任更多 杜立也更努力向前 走每一步都求 要工夫 有 三個月 有 你 我